前一阵子大陆是不是造了一个C919客机 那个客机不是大型的 大型的可能超过400个座位 那个大概是中型的150个座位 那这种中型的可能是反而是最需要的 全世界需要数量最多的 那我们的感觉就是 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 这个大陆的中华 中国航空公司可能已经 涉入了空八跟波音的这两个之间 因为以前只有空八跟波音 我们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 总算中国有个第三个 他们的竞争对手出来了 我看那些视频我才发觉 其实早就有一个另外一家出来了 那这家是谁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Pombardi Pombardi是一个加拿大的 那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呢 这家公司基本上跟航太业务有关 然后跟运输也很有关系 好比说这个铁路系统 这个高速列车轻轨 这些他都会做 然后还有一个呢 他会做那个飞机 他也有一点航太的业务 他会做什么样的飞机呢 小型的豪华的 他做了一款这个小型豪华飞机啊 叫做Global 全世界卖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那都是少数人在买的 谁买得起私人飞机啊 你看在台湾我看大概就是只有郭台铭啊 你想想看亚安个飞机多贵 除了买飞机的钱 你要有个位置让他停 你还有这个驾驶 专门的驾驶 可能还不止一两格的 还有空中小型什么 很贵 所以虽然他的这个小型飞机非常好 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这个利润不高 所以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了一段时间了 那好比说也有一种小型飞机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 小飞机从台东到绿岛 那个就是两排而已 总共大概24个人25个人那架飞机 他们也做这种 总之都是小型的 你做小型的没有抢到波音或是空八的市场 大家都就是对你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这个打压或干嘛的 那后来呢 庞巴迪就觉得 其实我有能力做大客机啊 大客机的数量才会很多 几百家几百家的这样子去卖 大概可以赚很多的钱 那他们自己讨论一下觉得 我们也有能力 所以呢 他们在2004年呢 就投入了 要研究的就是中型的 他还没有做大型中型的 类似大陆的C919这个飞机 他2004年就投入了 然后2016年 就是12年以后 研发成功了 而且上市了 这一群飞机呢 他叫做C Charlie ABC的CCC系列 因为他有的不是说只有客机 他可能有货机啊 什么什么改装一下 什么东西有多少个 就他那是一个系列 机壳都是这样子 那里面可能头等舱啊 什么安排座位啊 什么有一些差异 那座位可以从 可能130几到160几个 这样子去调整 他就立刻上市了 而且评价也非常好 而且他们在小型客机的评价 本来就很好 飞行的安全历史也非常好 所以他一上市呢 美国有一个航空公司叫达美 立刻跟他订了这个中型客机 125架 立刻订了125架 美国跟加拿大买头 因为加拿大也是美国的兄弟之邦嘛 那看到这我都觉得都还算正常 那他们当然他卖了这么多架 他一定非常高兴啊 然后立刻去开始大肆准备啊 料配件材料啊 要准备去照这125架 那我相信他 人家为什么达美向他买 他一定比波音卖的便宜 否则为什么不买波音的 要买他的 所以他一定比较便宜 然后交易的过程中间 他就准备料配件的过程中间 波音都不动声色 你完全觉得哎呦波音 意外的安静 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等到他准备了一年 可能都开始 低价已经开始在建造了 隔了一年之后 还没有交机之前 波音向美国商务部 提出了一个叫做 反请销税的控告 说Ponbody 是低价销售 那他一定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好比说 我的这个飞机 像这些飞机 我们是怎么样的 我们人工多少 材料多少 我这个好比说 我这个最后的价格可能要卖到 一亿五千万 我才够本 那他居然只卖一亿两千万 所以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能卖这么便宜 因为他人工便宜 他怎么样包销 同工啊 什么的 反正随他去讲 他就像 这个美国商务部说 要课征Ponbody 反请销税 那波音说要征多少 你知道吗 说要征这个税 80%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他这架飞机 卖给达美 一亿美元一架 美国政府要抽 八千万美金的税 这是波音 报到美国商务部的 说要求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听到这 如果你是Ponbody的这个公司的总裁 你是不是气死了 80啊 我讲80我还要 我还要做什么东西啊 那不就结束了吗 那我再接着下来 讲的这个东西 你看看你信不信哦 结果美国商务部 做出了裁决 你才要抽他多少税 Ponbody 你知道要抽多少 你知道吗 300% 波音要求80% 商务部讲你太小额科吧 我们美国人这么好欺负啊 增300% 那可能可能卖吗 那不可能的嘛 那Ponbody当然就是 那我卖你一个 卖你一亿 那我要缴三亿的税 这是什么生意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取消了 那就不能卖啊 那这个合约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Ponbody你嫁给你是这个公司 你知道吗 你已经投入20亿美金 去研发这架飞机 你气都气死了 然后怎么办 他第一个去找中国 中国航空那是在研究C919啊 也在就是我们合作 我们的技术交换 那我们来一同生产 来一起卖 可是这个东西 报上去加拿大政府 绝对不可以 不可能 你不要去试了 没有任何可能 我们跟中国 合作做这个 中型的这个巴士 那结果没办法 吃啊怎么办 我绝不跟波音合作 因为波音也想收购他 你知道吗 结果他跑到跟欧洲 跟空巴谈 那加拿大政府说 空巴可以 你去跟他谈 看他愿不愿意收购你 结果他就跟他去谈了 结果空巴 收购了 Ponbody 不是整个公司哦 他把那个 就是造客机的 这个部门 给他切开来 就是这个部门 这个厂 这些员工 统统给他切开 就是这些人 算一个子公司吧 我们来谈这个子公司的 股权 空巴买了他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就是Ponbody 只有原来的四十九 百分之五十一哦 那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生产线 有一个工厂在那里 然后他为了这个东西 投资二十亿美金 然后卖五十一 再接下来这个数字 哇 这是我最不相信的一件事 你猜空巴 花了多少钱 买这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一美元一块 责心的台币三十块 我现在掏出来 口袋也大概可以买 十倍的这个 二十倍的几百倍了 一块钱 你说可能吗 我就想了一下 哎呦真可能 我现在要跟你讲 我是空巴的这个老板 来我跟你谈 我说第一我要主控 那主控一定是百分之五十一 好五十一 那我问你 你希望我给你多少钱 我要告诉你哦 我要是一毛都不给你 你说我不要 一块钱我不卖 你这整个厂 所有你的净料 通通丢到垃圾桶 因为全世界你卖不了一架 写过旁发题 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一块美金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卖给了空巴了 空巴的人就接手了 因为百分之五十一 就完全是我操控 空巴接手了之后 把这个系列叫 原来是C嘛 ABCC系列 因为空巴的所有飞机 都是A开头 Airbus A的开头 他给他改成A220系列 那他什么时候去 接手的2018年 就是2017年 被罚反省销税 2018搞了一年 弹成了给他卖 然后空巴就拥有销售的这个权 然后也可以卖 那为什么允许空巴呢 因为这个市场是空巴跟波音 合伙建立的 我们各是一半 这是我们两个都能够认可的 这样子 然后在2018到2022年呢 空巴卖出了300架的A220 然后预估未来20年 他可以卖3000架 就是一样的飞机 我给他重新命名A220 这是空中巴时代卖 你就知道 庞巴底实际让他造的是一架 非常好的中型客机 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 空巴进一步提出来说 你也不要在这缴获了 我们不可能容许你 我真的想私底下这样讲了 他把他剩下的49%的股份全买了 给了他6亿美金 就是6亿买断 那现在这个东西 已经跟庞巴底完全没关系 但是他的厂在那里 他的员工有事做 最起码他所有的付出 没有付出动流血 如果他不愿意卖 全部给他丢到这种去 这就是一个 我看到几乎觉得 不可相信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一致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